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擦亮眼睛 学会趣味存真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秘密拍摄的视频 你刚才看到的是杭州一家名叫深沿商贸有限公司的入职培训 有人可能会觉得入职培训嘛 要么就是介绍一下公司的概况 要么就讲讲企业文化之类的 可是这家公司却在这大谈特谈什么男人女人 这话怎么听起来那么奇怪呢 你也别说 这家公司的培训内容还真的挺特殊 简单点来说 他们主要就是教这个男性员工怎么装女人 您可能会说了这不是胡闹吗 男女有别这就不说了 关键是他们培训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说出来您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据公司的这个销售主管说呀 他们这可不是在胡扯 之所以会教这个男员工怎么装女性 那都是为了工作 工作需求 说的还真是理所当然 可是这就更让人想不明白了 您说这到底是什么工作 必须得男的装成女的才能干呢 在某网站上 我们找到了这家公司发布的一条招聘信息 这条招聘广告上说呀 他们要招的是全职网络销售 月薪嘛 看起来挺诱人的 八千到一万二不等 当然了 这只是摆在明面上的工资 据这家公司的这个负责人介绍说呀 他们的员工每个月能挣上的钱 可比这个数要多难多 这么跟你说吧 这家公司的新员工一旦入职 实习期间底薪就有四千五 外加百分之五的业绩提成 一般情况下 实习员工在一两个月左右 就能够转为正式员工 业绩提成的比例也会提高 如果业绩突出的话 每个月呢 甚至能拿到两三万的提成呢 一年下来二三十万 就算买房困难点 但是买辆车呢 绝对是不在话下的 很多人都买了车子了 都做这个买车子 去年我们公司一共买了 十六两车子 十六点 可能有人就会说了 这么高的待遇 那这家公司对员工的要求 肯定也特别高吧 说不定只有那些高学历 工作能力强的人才有资格去应骗 一般人只能万而兴叹吧 不 接下来您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您看这家公司的那个招聘 广告上是怎么写的 不限年龄 不限学历 也不限工作经验 简而言之 只要是个正常人 都可以去应骗 这么低的门槛 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呢 这家公司该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 公司的销售主管就说了 当然了我们公司也不是对员工完全没有要求的 其他的嘛都好说 但是有一点那是至关重要的 什么呢 作为网络销售 一定得会沟通 说的直白点 那就是会用微信跟客户聊天 网络销售吗 通过上网去寻找客户 推销自个的产品 这本来也没什么稀奇的 不过这家公司 有条挺特别的规定 那就是所有的员工 在跟客户聊天的时候 不论男女都得以女性的身份 去跟客户接触 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微信号都是以女性的身份 女性的身份怎么样去 在男性面前体现出这种幽默感 对不对 你要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男人跟女人聊天的时候 男人都有一种 怎么说的那种感觉 都希望这个女人成败 难怪在节目开头的那段培训视频里头 公司管理人员会侃侃而谈 教男性员工怎么去装女人 原因竟然是在这 说到这里呢 有人可能就会怀疑了 以女性的身份 轻轻松松的跟人聊聊天 就能够月入两三万 而且这工作还不要求什么学历专业 这么低的要求 这么高的回报 这听起来 简直就是天上在掉馅饼啊 太不真实了吧 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他们为什么非要员工 以女性的身份去跟客户聊天呢 对此呢 公司的销售主管是这么介绍的 我们这边是做网络销售 主要做的是理财产品那一块 金融味道 原来是通过网络销售理财产品 可既然是推销产品 为什么一定要男扮女装呢 对此呢 公司的销售主管就解释了 说你想想 既然要卖东西 那肯定要寻找那潜在的客户 可是在网络上 人和人之间也不认识 客户要从哪拉呢 很简单 利用社交软件 比如说我们这公司 每个销售人员 这手上的都有八九个 甚至更多的这个微信账号 这些微信账号呢 都是买来的 销售人员呢 就是通过他们来寻找客户 明白了 说简单点 那就是想方设法 利用这些微信号添加好友 可是说他这问题就来了呀 现在很多人都设置了这个身份验证 万一对方根本就不理你怎么办呢 这公司的销售主管就说了 这正是他们入职培训的内容 您有所不知 这个所谓的家人 其实那是有诀窍的 家人之前呢 你得先做点准备工作 什么呢 那就是先克隆出一个漂亮女性的微信朋友圈 目的是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要让客户在看了微信号之后 认为这个账号是真实的 而且呢 还是个漂亮姑娘的账号 不过这还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就要说到所谓的第二步了 到了第二步 他们就会让这销售人员把自个的定位呢 散布在全国各地 而且定位的地点一定要讲究 最好是在城市的繁华商业区 或者是高档游乐场所的这个附近 为什么要强调让别人主动添加 根据公司销售主管的说法 这其实呢是有门道的 如果有别人找我们的 那是最好的 就是说你把那个订阅开在那里 然后那给人找我们 我们跟别人讲什么样子 有主动权 你加别人的那个主动权就 没错了 不在你手上知道 不过要假扮票的姑娘引诱客户上门 而且还要掌握主动权 这简直就是一个套路 接着一个套路 好 既然客户已经来了 总算是可以正儿八经的谈生意了吧 不 还没那么简单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某些推销保健品的那个套路 推销员一上门 绝对不是先买东西 而是会对老人嘘寒问暖 垂胃揉肩 把老人们都伺候舒服了 再趁机推销自个儿的产品 其实这家公司用的也是类似的手段 客户主动上门之后 这就该走第三步了 什么叫感情介入呢 简单点说 那就是谈恋爱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也太荒唐了吧 一大老爷们伪装成女性就已经够别扭的了 还去欺骗别人的感情 万一人家有家有口的 你这不是在搞事情吗 如果这么想 那您还真就小瞧了这家公司的套路了 根据公司销售主管的介绍 他们这个所谓的情感介入 可不是谁都能介入一下的 他们一般锁定的是年龄在30岁到50岁之间的有钱男性 这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白 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对象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 他这个年龄段 他面谈一 假如说 十七八岁的年龄段 想都不想 想都不想 那如果他拍给你是 他双脚放在班农桌上 玩着手机喝着茶 那这个时候你就好评价了 因为这个人有钱 给他拿着死吗 什么就没问题了 说到这儿 有人可能会发现一个漏洞了 既然是微信好友 大家除了能够浏览对方的朋友圈之外 还很有可能使用语音或者是视频聊天 你说你一到了爷们打字装女的 那还勉为其难 万一对方要求语音或者是视频 那不全能漏仙了吗 公司销售主管倒是显得挺胸有成竹的 他表示对于这种情况 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应对方案 照片的话 是不是照片和视频两个你们要备在手机里 因为到了第三步的时候 第三步是四步的时候 有些时候是可以用到照片的 不仅如此 这家公司在美组销售人员当中 还专门配备了一两位女业务员 他们的作用不仅是业务员 还得帮组员用语音欺骗客户 当然了公司里那些长相不错的女业务员 还要充当视频陪料人员 就这样 这家公司会有虚拟的女性微信号 精心炮制了一个谎言 等客户们彻底被这些根本就不存在的漂亮姑娘 迷住了 再去推销理财产品 这就变得很简单了 事情说到这 这家公司为了推销产品 真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步步为营 但是即便如此 还有个问题 他们让业务员装扮成女性 最多只能把客户吸引到他们这个平台上 来购买理财产品 既然是理财 客户一旦发现收益不好 或者是赔钱了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把资金撤走 可是这家公司呢 他们又是高工资 又是高福利的 看起来一副赚的盆满钵满的样子 这么好的买卖 他们到底是怎么经营的呢 这家公司推销的 又是一款什么样的理财产品呢 根据公司的宣传 他们推出的这款理财产品叫微交易 用他们的话来说呢 这是一种模式最简单 最流行的金融交易品种 而且操作起来还特别的简单 甚至连客户端都不用下载 只要通过一个叫华西风云的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进入操作页面之后 在界面的右上角有个充值选项 除此之外 在界面上呢 还有一些数据和走势图 据说呢 这些交易的商品和价位的走势 是完全按照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走势来的 那这些产品要怎么购买呢 也很简单 这个界面呢 只有买跌和买涨两个选项 买涨是红色 买涨是绿色 买涨买跌嘛 它这买涨是什么意思 买涨什么 你要记住 红涨绿跌 红色就是买它上涨 绿色就买它下跌 在这两个按钮的上方呢 还有两排数字 上面那一排呢 是可供客户选择的这个点位大小 以及盈利的金额比例 而下边那一排呢 就是客户可以投资的金额 据销售主管介绍 客户往里投的钱 可以小至50块 网上不封顶 如果你买了10个点 赚了钱 你就赚80% 你买了50块钱 赚就赚40% 你买50 你就赚40% 80%吗 是不是40% 可以就可以 可以到后就可以 简单的解释一下 假如您花50块钱 购买了10个点的上涨 如果曲线真的涨到了10个点的话 按照界面上的显示 您就可以获得本金80%的收益 连本带利 您就可以拿到90块钱了 那么假如出现了下跌 或者是没涨到10个点 怎么办呢 平台就会直接把这50块钱的这个本金扣除不掉 正是因为操作简单 并不需要客户掌握太多的金融知识 因此呢 一旦尝到了甜头之后 很多人就比较容易上瘾 可是万一有人赔了钱 或者是想退出 该怎么办呢 销售主管说了 这个也简单 在界面上有一个退出选项 点击之后 一个工作日之内 剩余的钱就会退回到客户的银行卡上头 听销售主管这话 他们公司的这个运营模式 跟正规的互联网公司之间 好像没有多大的区别 既然如此 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够凭实力说话 堂堂正正的做生意 偏要搞什么美人计 利用虚拟的女性身份去推销产品呢 有人可能会说了 这不过 欢迎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呢 目前正在首期江西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那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刚才我们是说到 在杭州有那么一家互联网公司 专门销售理财产品 可是他们的这销售手段呢 特别的荒诞 不需要员工有多丰富的金融知识 只要你能伪装成漂亮姑娘 去跟人聊天就行 看起来这么不靠谱的一家公司 他们偏偏有着正规的营业执照 而且精英模式也跟其他互联网公司 没什么区别 这就让人很奇怪了 这家公司真的只是产品的这个 推销手段有问题吗 它的背后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啊 2017年6月 有情况出现了 杭州西湖分局刑警大队 接到了一条群众举报 说是这家公司啊 涉嫌诈骗 卡车司机王某啊 就是被骗了钱的受害人之一 2017年5月 他经人介绍 在微信上体验了一把 这家公司推出的一款 叫华西风云的微交易产品 结果没多久 他就把辛辛苦苦赚来的 三万多块钱积蓄 一下子都赔进去了 你到底说就是先充了200块钱 上去玩一下 其实我当时只是上去玩一下的 后来反正玩了玩了就上手了 王某说他最开始投这200块钱 试水的时候啊 其实是赚了钱的 半年下来他净赚了一万五千块 这么高的收益 让王某是又惊又喜 他很快就加大了投入 可是王某说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自从加大投入之后 他的那运气就开始变坏了 不光再也没了盈利 甚至还往里头 赔进去三万多块钱 王某其实挺想不明白的 自己之所以会赔钱 真的只是因为运气问题吗 警方一调查 他们惊讶的发现 这个公司的理财产品啊 在设计上 那可真是大有玄机 这什么意思 简单点来说就是 公司想让你赚钱 你就能赚 想让你赔钱 你铁定就会赔 有人可能就会觉得奇怪了 按照这家公司 销售主管的介绍 平台上的那些数据的走势 完全是纽约证券交易所 同步过来的 他们哪有那么大本事 去左右国际市场啊 这家公司 它是怎么做到 前期让客户不断的盈利 尝到甜头 后期短时间内 就让客户赔个精光的呢 它有几种产品 一种就是说是铜 一种是银 另外一种就是方天 那么这三种产品呢 其实是虚构的 完全是不存在的 它在平台上的指数 只是可能借用了 或者说是模拟了 国际市场上 铜的价格 银的价格和 那个原油的价格 那么其实呢 它这个指数呢 在这个平台后台 是可以控制的 简单来说 虽然平台上的数据 走势图在大方向上 是按照国际市场来的 但是在后台呢 公司的管理人员 其实是可以进行微调的 简单的打个比方 假如一种商品 它在十分钟之内 涨了十个点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家公司呢 可以自行设定 先跌后涨等等 无数种可能 而这么一来呢 无论是买涨 还是买跌 公司都可以让你输 而且还很难在这个大盘上 发现端倪 正是利用这种伎俩 这家公司既坑了客户的资金 又让客户从数据的这个 宏观走势上 没办法察觉到 他们做了手脚 以至于很多客户 都被骗得血本无归之后 还弄不清楚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而且就算是 有些客户中途醒悟了 想要退出 其实也是没那么容易的 警方追踪发现 客户往平台里冲的钱 经过一些第三方的支付平台 最终呢 其实都是流进了 公司高层的个人账户 最终能不能提现 这完全要看这公司的心情 比如说我们炒股票的话 你在自己账户里面操作 你完全就是可以自由操作 我今天要买涨 我这买跌 或者说是 你这个钱要进要出 都是可以自己掌控 那么像他这样的话 资金如果说要自由进出的话 需要他们后面的这个 嫌疑人来批准 说到这儿呢 事情似乎已经很清晰了 这家公司所谓的理财产品 其实跟他们虚拟出来的 这个漂亮姑娘一样 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这就是一个披着互联网 外衣的诈骗团伙 可是这么一来呢 就还有一个疑问了 前面我们也说了 这家公司是有正规的 营业执照的 如果这些人一开始 就打算行骗的话 他们哪能办得下营业执照 其实原因也挺简单 这家公司所谓的营业执照 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一些正规的理财产品 那肯定是 比如说有国家的一些批文 那么他也会拿到 所谓的一些国家的批文 他这个批文和他经营的范围 完全是都是没有相关的 警方调查发现 这家公司的营业执照上 写的是浙江某文艺 艺术品有限责任公司 上面压根就没有 金融类的经营范围 他们的这个执照 糊弄一下不懂行的人 是有可能的 真正遇到一个 有一定金融知识的人 分分钟就能被识破 事已至此 证据确凿 2017年6月 警方查封了这家公司 以涉嫌诈骗 对全部涉案人员进行了逮捕 抓获犯罪嫌疑人一百多 警方也说了 其实像王某这样的受害者 还有很多 但是因为人数众多 再加上很多人 损失的金额不算大 真正损失大的那部分人 又是经济能力比较强的 中年男人 不愿意这事张扬出去 所以主动报案的人很少 而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给这家公司的违法经营 增添了一些隐蔽性 其实现在的互联网平台上 金融类的产品很多 从咱们普通人的角度来说 要分辨哪些是违法的 哪些是灰色的 哪些是合法的 可以做的 确实有点不太容易 怎么才能够尽量远离隐蔽的陷阱呢 有专业人士给出了建议 第一点 你要有一定的金融知识 那么你要基本上来看一看 那个金融产品和交易模式 它那个是什么 它的风险是多少 第二个 你要有点互联网知识 你要能看清 什么是钓鱼网站 网站的那个是否可靠 第三点呢 你还要去看它的那个 经营许可证的 当然更重要的 其实对最普通的人呢 如果你在这方面 知识真的 互联网知识又没有 金融知识又没有 那风险就很大 那正确怎么做呢 你其实还要找正确的渠道 想通过银行 通过保险渠道 然后去购买这些产品 所以最好的办法 当然还是多研究多学习 用一定的金融知识武装头脑 同时增强防骗意识 如果实在不放心 咱们还是要通过正规渠道 比如说到银行 去购买心仪的理财产品 回头再看今天这件事 这家公司之所以能屡屡得手 除了犯罪行为的隐蔽性之外 虚拟出来的漂亮女性 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互联网时代 认识陌生人的机会多了 上网的时间也长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可以在陌生人面前轻易暴露自己的隐私 对于网络上那些陌生人 无论是您家他还是他家您 但凡涉及到跟钱有关系的时候 您可务必的留个心眼以免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观看到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您到各个应用市场去下载手机 将近代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再见